clip 這題目很簡單 教你 我問你 他這個題目要求PQ現段的什麼值? 最小值 我先問同學 你會怎麼想這個題目? 解題出發點是最重要的 你一開始怎麼記錄這個題目? 最簡單的想法就是 P的座標跟Q的座標能不能寫出來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P的X座標是誰? KR 這條線不是X的K 來 那我問你它的Y座標是誰? 就是說負的K平方加上多少? 5倍的KR 沒有錯 我這樣寫一定有問題嗎? 來 那我問你Q的座標是誰? Q的X座標是誰? KR 它的Y座標是誰? 負2K平方加上6K再怎麼樣? 減4 來 那我問你PQ的座標是誰? 用兩個的什麼座標相減? Y座標相減 所以我就用負的K平方加上多少? 加上5K 去減掉 來 這一個叫做負2 K平方 然後加上6K 再怎麼樣? 減4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整理一下囉 這個減掉負2 所以變成兩個減一個 所以變成K的什麼? 平方 加5K 減6K 所以是減掉幾個K? 減掉一個K 然後減掉負4 所以加多少? 加4 小學 那接下來這一題要結束了 他不是要問PQ的最小值嗎? 所以你只要對他做什麼? 配方 配方就好 這配方不會喔 拜託喔 這個配方就是K 然後減掉多少? 2分之1 2平方 這樣配會太快了 不會嘛 然後後面這邊應該是加4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平方是1分之1喔 所以後面要選掉多少? 4分之1 4分之1 嗯 好 沒有配錯嘛 所以出來就變成K減2分之1的平方 加上4分之多大 15啊 所以團員你告訴我 他的最小值是誰? 4分之多大 15嗎? 最小值不是4分之15嗎? 然後我問你喔 K等於多少的時候有最小值? 2分之1 K等於有2分之1啊 所以K等於多少? 2分之1的時候會有最小值嗎? 所以這簡單 這簡單喔 但是他把要求的關聯稍微包裝一下 我跟你講有些人就不會做了 想一下好不好 這班上有特別的問題 然後其實他還有問一個題目 他要問哪一個題目呢?